伍修不演的 這個伍修不演的網路直播節目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午安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這個9月29星期三的伍修不演了 我是主持人桃園市議員紐許婷 今天跟大家 講講比較不一樣的事情 因為 這個我記得我有一次在分析我們的時事的時候講到了這個 專業之史這本書 然後那天大概跟大家用比較簡單的 講法分析一下這本書的內容 那我記得那時候觀眾朋友的回想是不錯的 就是希望說知道說我平常都在看些什麼 那剛好最近這段時間我看了一篇不是書 比較簡單 是一篇這個報導 那這個報導在講什麼講德國的梅克爾 因為他最近卸任 那大體上來講 你如果講說在這個 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中要選出一個蠻像樣的政治人物可以 相對安定穩定的領導一個國家 而且做出不錯的成績 大概10個有8個就會把梅克爾列入他的選項 所以這個梅克爾的現象其實值得 這個我們在台灣搞政治 或者是在這個地方分析時事的時候來做一下借鏡 所以我最近有看了一篇這個聯合報這個轉角國際 這個專欄裡面對於梅克爾 的分析啊 那我覺得這個故事寫得非常有意思 然後跟台灣的發展 然後特別是我們前兩集的節目都在談國民黨未來的路線 其實都是可以互相借財 所以我今天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去講一下這樣的故事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 連結我挑聊天室 他是三篇的文章 然後我覺得大家如果今天聽完覺得是蠻有意思的 然後想要從這中間得到一些政治的啟發的時候 你可以到這個連結裡面花點時間把這幾篇報導 看一看 然後他 我不認為他很困難 就是一般的這個報導跟執政生涯的一個總結 但是長度也是有的 所以然後不同的面向從這個他的發展 他的 這個政治的權力鬥爭 到他危機處理的一些模式 所以說 然後對他不只是有稱讚也有批判 就是說他這樣子的人 給政治帶來的影響是什麼 這個為政治帶來的啟示是什麼 他分上中下三級 所以我今天花一點時間來講解 講 不是講解啦 就是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讀這篇報導的一些心得 那我想這個應該是 跟我們這幾次討論的主題 其實都可以掛鉤 那不管怎麼樣我們還是要從一些時事來開始切入 所以說 這個我們還是會先講一下最近的事 這個國會每天打架 讓我都沒有題材可以講也是蠻煩的 所以我們也會稍微聊一下這件事情 所以Lily Jones 羅宇辰 庭還有 Alan 卡布列拉 這個 還有乾淨核能 小美 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一樣這個節目開始前請幫我們按讚 幫我們分享 然後讓更多人一起進來討論 雖然這次的題目沒有那麼充滿激情 但是我覺得是可以是時候讓我們的節目回到理性討論事情的軌道 對不對 好 先講這個 國會之亂 國會之亂 就是這個國會一再空轉 最近幾天我們看到的是這個立法院要開議嘛 所以理論上來講應該是這個蘇貞昌院長的施政報告 跟甚至是排總質詢的這樣一個時間 在這個下半會期開始審預算之前 你還是有質詢這樣子的一個會議的議程要走 那當然國民黨在這個黨主選後之後 必須要趕快回到戰鬥的位置上 所以毫不猶豫也毫不意外的 在這樣的時刻選擇用武裝衝突 也沒有到武裝 就是說用衝突 用偷襲的方式 那再一次的佔據了議場 然後形成了目前來講 依然應該也是意識癱瘓的一個狀況 那這件事情其實值得大家討論一下 那跟國會相關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這個 台灣基進的立法委員 陳柏惟在 這個 國防外交委員會上 質詢國防部長邱國正的一次 一次這個質詢之中 也爆發了這個語言之亂 所以這幾件事情 其實我希望跟大家來聊一聊 然後 這個我們從中間找一找想法 我也想聽聽大家來看吧 所以大家邊聽如果有什麼想法 就丟出來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就是說 我今天想跟大家聊 國會空轉的觀感問題 還有說在野黨在選擇 攻防時候的節奏的問題 就是說 大家覺得一直這樣打下去是好事嗎 我把問題丟給大家好 就是說你們覺得這樣子 持續的交土作戰 對國民黨而言是利多還是利空 這個問題我其實也沒有答案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我是蠻贊取這樣的行為 因為民進黨實在就是北欄 對啦 我讓你去做質詢 然後我也讓你 辯論 然後該你 講到你該你罵人的時候 我也讓你罵 但到最後他顯然不會因為這些 這個理性的質詢 或者是說 這個辯論的過程 就調整他的政策 因為他到最後就是恆財過照 無論如何都會繼續做 所以打 當然這樣子 弄著弄著 大家就不爽了 那不爽的時候 當然就乾脆就翻臉 因為其實民進黨當初在 在野的時候 他也是用這樣的方式 他沒有再跟你講道理 他必須要透過 這個強烈的動作跟宣示 去刷自己的存在感 免得自己在選舉市場上被遺忘被淘汰 但是 我會比較想要探討的地方在於 這個到底 打是必要的 就是說你不可能不打 國會沒有杯葛 沒有癱瘓 你少數黨就白玩 但是 我覺得蠻 我自己有嗅到一絲不尋常的地方 在於 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戰法的timing 我覺得是受到比較大的挑戰 就是說你遇到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然後你必須要用這種很激烈的手段 比如說萊豬 他哪怕是要丟大腸 我都覺得是OK的 就丟吧 丟吧 沒有關係 破壞都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是一個 我投票之前的一個攻防 然後少數一定會輸 但是我必須要非常 非常跟他 我要跟他輸贏 然後我要以少勝多 我必須用癱瘓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打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到現在為止 再打的時候 我覺得有些盲點 我覺得有些盲點 這個盲點在於 這一件事情 就是說透過 癱瘓意識來行杯葛這件事情的邊際效益 就我們今天抽離對於政黨的支持 對於民進黨無賴的不爽 以及等等 就是說你抽離這樣子的一個情緒 然後你客觀來 純粹就政治的厲害的角色 角度來分析這個 癱瘓國會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他會是一個 他會不會是一個有利的 有利的攻防策略 那 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國會要不要打架 要 要不要杯葛要不要癱瘓要 那是正常的 就是打架其實是國會的常態 不是常態 但是他是 國會 生態的一環 他會在必要的時候出現 他會在各種場合 某些timing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 所以他 我見怪不怪 但是問題是 為何而打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 值得大家 朝野兩黨都要深思的問題 主要是在野黨 因為民進黨當然無賴 他無賴我們也不想多廢唇舌去討論他 那有關於政策 包含 三加十一 包含疫苗採購不利 包含這些 疫情中間的 這個亂七八糟 還有講出來的各種幹話 我覺得大家也都非常清楚 所以說 你再去講這些東西 我們就 也不是要花時間再去講這些政策的一些細節 內容 但關鍵是我很想知道 國民黨這一次的會期 在用意識癱瘓的方式來阻止 蘇貞昌上台 報告這件事情 他為何而戰 那當然在 宣傳的管道來講 或者是在正常的說法來講 他當然就是說 我們要為三加十一這件事情 好公道 那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不對 但是我老覺得這件事情有點像強弩之末 就是說你如果真的要我評論這一次的攻防的話 是 我不會否定他的起心動念是好的 是說要辦一個盡責的在野黨 我必須要 我必須要戰鬥 這對 但是問題是這件事情 他挑的題目 他號召 已經是一個強弩之末 那既然是強弩之末的時候 就會衍生出一些問題 第一個打動你的力道夠不夠強 我們講這個 這個強弩 就是你照樣 你這一劍射出去 你要射穿對方的心臟 但是強弩之末的時候 你對他只會造成皮肉傷 那 這件事情是不是一個最理智的作法 我覺得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 第二個是既然 既然是強弩之末 退場機制是什麼 就很重要 我如果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解析 立法院現在正在進行的攻防 其實不外乎就是這兩件事 第一個你的強弩之末 有沒有辦法繼續傷害到民進黨 第二個就是說 強弩之末就表示 這支劍已經沒力了 當這支劍已經沒有力了 你就要射下一支劍 那你的下一支劍在哪 我覺得這是要 大家可以 抽開對政黨支持與否 來理性討論的問題 我為什麼講這件事情是強弩之末 因為 請問 你現在到 隨便到這個 這個街坊 或者是你到你身邊周邊的人去問 請問有人會認為說這次疫情跟三加十一無關 除了那些 塔綠班分子之外 誰還會一般的普遍的社會大眾 還有點 就是不靠信仰靠理性來思考的人 會認為三加十一跟後面的八百多條人命 以及後來的本土疫情的爆發沒有關係 我覺得應該沒有了吧 不管你 國民黨今天有沒有 讓蘇貞昌道歉 就是 這件事情是板上釘釘的 對我個人的觀察是這樣 就是說 這件事情已經 這個標籤已經貼上去 為什麼這個標籤貼上去 是民進黨本身對這件事情講的 是不清不楚的 就是說 到底這個 他是不是破口 然後他會 一開始講 基因定序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就想 那就是 後來因為 發現 這是一個政治炸彈 這是一個 政治風暴的起頭 所以又撇清說 雖然基因地序一樣 但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他相關 他的這種政治幹話 他也都講出來 然後講出來之後的效果是什麼 請問這個社會大眾有買單 他們這樣的說法嗎 應該沒有吧 他這種 他講出這樣的話 然後要硬拗 某一些層面來講 政治上 他只要跟他的基本教育派交代而已 他只要跟他的塔律班 信眾交代而已 因為他們很清楚 反正權力在他們手上 多數在他們手上 如果你 他會選擇 流失部分 中間選民的支持 他也不可能 讓自己的基礎 信眾 潰散 這是民進黨在操作政治 操作議題的 非常重要的 核心邏輯 所以說他 當然就硬拗 然後他就擺爛 那國民黨做的在意黨 要用意是什麼 第一個 這個 三加十一防疫不利的這個標籤 錯誤的決策 一定要有執政黨來負責 那這個 這件事情就一定要跟他是掛上鉤的 那有沒有掛鉤 其實在杯葛 這一次蘇貞昌上台報告之前 早就掛鉤了 不管是大家自媒體在那邊講 民意代表在議會問政 在國會問政 去談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通通都是掛鉤的 而且他 就算狡賴 他的狡辯 他也只能說服他那一小戳戳 打了去班而已 大部分的社會大眾都說 政理責無旁貸 這就是你的問題 所以三加十一這件事已經貼上去了 所以 你還要再 執著在這件事情上 然後 要求的是 你要道歉 他道歉了跟沒有道歉 實務上來說 會影響大家對於三加十一的觀感 我覺得他也不會 而且政黨在 做這樣子攻防的過程中 真正在禁足 未來 國民黨一定要目標放在2024 可以把執政權拿回來 所以真正禁足的這一群人的 TAR 就是看這件事情的受眾 其實是所謂的中間選民 你要讓中間選民非常清楚的知道 執政黨做了一個非常荒唐的決定 然後因應這樣荒唐的決定 他是不願意負責的 那這件事情有沒有清楚 其實我認為在過去一段時間的攻防媒體 政治 政論節目的評論 然後包含 之前立法院的攻防 已經把政治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說三加十一基本上已經貼上去了 那而且在後面的後續的一對一的質詢 或者是 部門的質詢的時候 其實也把承受的幹話全部逼出來 不是嗎 在之前的時候我們不再記得 就是 講說 我就講錯的話會怎樣 對不對 連這種 這種不要臉謝則的話 就講出來 他就說 三加十一我負責 但是三加十一跟八百多條 人民沒關係 就這種硬拷 角賴的 這種不良的形象 其實某一些層面已經牢牢的扣在民進黨頭上 所以我覺得這一題其實已經打透了 甚至你可以看到民進黨的民意調查 甚至你看我們今天稍早 我們在跟這個記者在聊天 就聊 連鄭文山市長的民意調查 在這一段時間都受到了 這個還蠻 大幅度的打擊 那表示什麼事情 大家直覺第一件事情去分析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是三加十一 當然是你面對這個重大錯誤的決策的時候 你沒有肩膀把它挑起來 你沒有辦法 說服大家 所以你要你的民意調查 然後像你的 這個支持者已經很多事情離開你已經流失掉了 所以這件事情已經講透了 我們講說宣傳的角度來看 這件事情大概是講透了 那既然講透的時候 你還要為了這樣的事情 去做大動作的意識工坊 然後癱瘓 整個意識的時候 我個人的判斷是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 邊際效益不足 邊際效益 經濟學邊際效益就是 我再多花 一倍的成本 我沒辦法創造出超過一倍的效益 那照理來講 一開始會隨著我投入一倍的成本 會有三倍的 五倍的三倍的兩倍的最後一倍 當 多投入一倍 這個效益低於成本的時候 就是 該收手的時候 這是經濟學邊際效益的概念 那我認為這件事情邊際效益已經趨近於零 我覺得我再多花心力去談這件事情 也不會改變大局 因為大家已經確定這件事 我不是講說他前面這樣打是不對的 前面講當然是對的 你前面如果不打 保證沒效益 這是我確定 但是當你打到 差不多的時候 該收了 所以我覺得 民進黨 就算他道歉又怎樣 他道歉之後第二天又耍無賴 他直接 胡搞 蠻殘的事情 還是繼續做下去的時候 本質上是沒有改變 那你還值不值得用 這麼大的這個這個力度 去處理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很值得商榷 很值得商榷的地方 這是我講所謂的 強弩之末的效益 那第二個 第二個問題在於說 既然是強弩之末 強弩之末 你的第二支弩箭在哪 你接下來要攻防的題目在哪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 立法院國民黨團 很重要的一個功課 你要準備清楚 這個 下面的這支箭 是振興嗎 振興方案的力道不足嗎 五倍捐的效益不足嗎 這支箭是 這個後續防疫疫苗採扣嗎 這一件是不是接下來要 罷免陳柏惟呢 還是 12月18的四大公投 要開始 要開始 我比較擔心的是我沒有看到他後續是什麼 當然 現在有可能基於保密基於作戰 他並沒有非常 清楚的 這個 顯示出來 這也蠻合理 這也蠻合理 但大體上來講要準備 要不然會完蛋 我之所以在上 之前在國民黨做激烈攻防的時候 我是用贊許的態度 甚至正面的態度去肯定 但是在這次的時候比較保留原因 第一個因為 題目的編輯效益幾乎沒有 那第二個是 既然 中間選民都沒打噴出來 你還有人收啊 我之前不是講政治的靈活在於跑位嗎 要有 五豆派 你也要有四平八穩 把這些人收回來 如果我們做是什麼 我們怎麼做 我強烈建議你政府應該怎麼做 你要講出這樣的話 然後大家才會把 這個對於未來 執政的期待投射在講這些話的人 政治人物身上 然後這些政治人物就是標準的 要未來要往這個選舉 要往執政去走人 要這樣子的人 人物設定要出來 但是現在看起來是 大家都一起去 去打架 一起去 推拉 然後 大家都 一起同聲 異口同聲的幹條民進黨 非常爛 無賴 不道歉 沒品 通通都有 但問題是 那你是什麼 你國民黨是什麼 這也是為什麼我講 這個黨內 為什麼需要路線辯論 去整合的原因 你至少在 黨內裡面 每個人的人物設定要慢慢鮮明起來 你整個政黨才會有 朝氣蓬勃的感覺 為什麼我們一直都講 國民黨死氣沉沉 沒有辦法講朝氣蓬勃 除了年輕人不足之外 我覺得年輕人只是其中的一環 是你現在在台面上的 這些黨籍的政治人物 哪些人可以更 表現得更好一些 或者是哪些人 可以 分工合作 可以更細膩一些 我想這都是 這個 立法院國民黨團的一些責任 所以說 你還要再考慮 在野黨還要再考慮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變因是什麼 是 時代力量跟民眾黨的角色 這兩個小黨等於是 這一波意識衝突裡面真正的得利者 我真的 我是站在分析中間選民選票流動性的角度 來看這件事情 要是我是一個 對平常對政治沒有那麼關心 然後沒有那麼深入了解整個 發展來龍區蠻人 我單看這件事情 或者是我看這一段時間的攻防 最後可能是 我不再相信民進黨的那一套 胡扯的話數 我不再相信它是什麼世界一流的防疫政府 還有什麼滔滔太平盛世 你只會讓我對民進黨更加反感而已 但是我的一張選票從本來可能比較支持政府 這個 這個意向流出來 變成游離狀態的時候 我會選擇國民黨 我也會 我心裡會改憂改憂 就是說你一般的中間選民 他的判斷會是什麼 反而是這些 小黨 小黨有沒有看到這樣子的社會 風向的改變 他有啊 所以他就是在那邊 你可以講他很矯情 你也可以講他很 故意 但是對不起 政治就是這樣 大家本來就要各取所需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眾黨就說 雖然政府很爛啦 但是你總是要讓我們質詢嘛 我們要表現嘛 那時代力量當然是 屬性相對來講 意識形態來講 相對再靠綠一些 雖然 路線上慢慢慢慢會分開來 但是 他還是講 國民黨每次都杯葛意識 沒有水準 是你怕輸 小紅 就又吵起來 但是你從中間選民角度 你要去想 中間選民對於國會議員的期待是什麼 中間選民對於國會議員期待 第一個是你指出政府 不對的地方 監督嘛 強力的監督嘛 第二個是你要 給政府指出好的方向 你要為民意代言嘛 我們知道他做得不好 一定有所本 為什麼這個政府做得不好 一定有12345678 諸多原因 那政府應該怎麼做 你要有人提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從哪裡來 我從民間蒐集啊 我徵循民間專家的意見啊 我去 這個選區做民意調查 然後 會整出來靠政治人物的智慧去統合之後 提出良善的政策建議啊 這是民意代表的不同的角色扮演 但是我們看到當你選擇用焦土作戰用杯葛 的方式的時候 後面這段是你是完全捨棄掉 但關鍵是國民黨沒有辦法洗刷反感度六成的僵固的形態的 我覺得很重要的原因是一直都沒有人在扮演這件事情 沒有人在提出良善的政策建議 或者說這些提出來的人並沒有一個好的 總之他跑位不是那麼順暢 當然 他們需要更多的時間整合 但是 現在的小黨就在 的宣傳戰略 你如果去看 這個 民眾黨的臉書 你去看時代力量的臉書 你會發現他們 現在都在唱這個調子 就是說對 我們都知道他很爛 但是我們應該在從哪裡制度做修正啊 哪裡制度做改革 他們 看到了 國民黨採取這樣戰術的一個真空 所以他 抓這個真空的空檔 去提這種東西 他目標是要把宣傳媒吸到他身上 去準備2022的選舉 這個是 在黨必須要認真正式的一個危機 所以我講 強弩之末是一個 就是你再打你也傷不了他什麼 因為已經確定的事情 第二個是你沒有 別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到最後你 費盡千辛萬苦 把票從民進黨上打噴出來 但是你接不住 這是國民黨很重要的一個發展困境 所以說這也是我講 你黨內 如果 沒有辦法大家 生態來講開放點 然後大家去 達成一定的共識 或者是交換 這交換也很正常 哪一個政治不發展 你沒有辦法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制的建立 然後讓大家更靈活的去跑動的時候 很有可能是你這段時間的 他確實很稱職地扮演了強力監督的角色 但是他沒有辦法因為你的強力監督 而取得你下一次執政 或者是更多席次的票卡 這是一個 長線的危機 這是國民黨好好思考的事情 當然 隨時都變化 所以我只是就現狀來做分析 那我也期待 可以做 靈活一點的調整 那我想 我也是希望他們好好問證 個人來講 這是私心 私心是什麼 你好好問證 你每天 工房有非常多的片段 每一篇都是可能是新聞 很有可能是輿論的 火藥桶就爆開了 很有可能是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這邊才有很多話題可以講 我今天跟我主任討論 我說今天有什麼時事 他說他國會就癱瘓怎樣有時事 空掉 反而地方 這些 比如說我們這種自媒體 這種 自軸炮 大炮 亂炸 執政黨 這種大炮 我沒有料可以講 因為你卡在那裡 然後講的東西 其實我們講過1000次 會因為他癱瘓 我們再講一次 三加十一嗎 我什麼意思 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就是存有私心嘛 你就是管理不張嘛 你就爛嘛 而且你不願意盜竊 這是早就確定的事情 所以我們期待看到一點比較靈活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國會亂象 當然我們聊一下這個 陳柏惟的質詢鬧劇 就說這一樣 雖然政黨 屬性不同 就是國民黨 癱瘓意識 是國民黨的癱瘓意識 那激進黨 唯一立委 在這個 質詢的殿堂上 搞那個意識形態的東西 本質上都會遇到一樣的狀況 就是 他們做的這些事情 其實都不是現在的中間選民想看到的事情 就是所謂的人民觀感的問題 反而會變成有點扣分的狀況 那陳柏惟在幹什麼 我還原一下事實好了 我稍微平衡一下 就是說 因為 你知道民進黨是很 就是他希望可以講台語 希望可以講各個語言 他去踩這個進步價值的 這個缺 就是說 我在乎各種語言 所以我在 執政的時候我的意識環境 應該要準備好 所以他們有所謂的傳譯器材 就是即時翻譯這樣的概念 這個事情才差不多講好 準備要開始示範 在立法院裡面要開始示範 所以陳柏惟就希望說 不然我跟邱國正打群的時候 我就來用這一套 制度 那我覺得也不曉得是怎樣 他大概 他跟邱國正好像之前就有衝突 他跟這些 他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然後他每天 到晚講這個講那個 不知道在講些什麼 所以大概跟這些官員 也沒有什麼很暢通的溝通管道 也沒有什麼默契 照理來講 你做一個執政黨的車椅 你怎麼可能 當然是跟執政黨的官員配合 你怎麼會 搞成這樣呢 當然沒有 所以他就 說這個部長 我們現在要用這個 傳譯器材 那我是覺得邱國正 我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 還是怎樣 反正我就不想用 我找市長來翻譯就好 然後就因為這件事情 他們就吵起來 那我覺得 後來吵起來之後 大家就說 你是草包 然後你 你沒有辦法好好處理 你在國防外交意識堂上 你講這些東西 所以 對於陳柏惟的 罷免來講 等於是添了一把柴火 對他的 對他的政治發展來講 我覺得是重傷 我覺得是重傷 為什麼會重傷 你就知道其實越來越多的 社會大眾 越來越多的社會大眾 在觀察台灣的政治 在判斷政治的言行 跟決定要支持誰的時候 已經不再是以前那樣 我一直都鼓勵大家樂觀 我鼓勵大家理性 鼓勵大家討論原因 因為我知道這一定是社會趨勢 這也是一個成熟進步的民主國家 應該要有風範跟樣子 所以說你 為什麼大家 不會喜歡國民黨的 衝突的手段 因為他覺得 為什麼大家不喜歡 陳柏惟 把質詢的場所拿來 你明明應該談國防外交 你去談語言 公平正義幹什麼 你如果要談語言公平正義去教育文化委員會 對不對 你跑來這裡去講不對的話 真正大家對於他的批判其實是什麼 是 你 你用這個時間 你文不對題 然後你讓議題整個失交 然後大家只記得有這麼一個衝突的場面 但是你到底在討論什麼 你討論這件事情的場合 是正確還是錯誤 都是不對的 都是有違社會期待 所以我講他的 這個行為 他可能覺得說要 可能他要鞏固他的基本教育派 他要鞏固他的基本盤等等 他可能接下來在罷免的這個戰場上 他要 他要這個 總動員要輸 有可能是這樣 但是實務上的狀況是什麼 是大家更確定他是個草包嗎 大家更不喜歡他這樣 大家不喜歡他這樣 不是因為意識形態 不是因為不喜歡台語 大家不喜歡他這樣 是因為你一個堂堂國會議員 你不能在執行的時候 作秀做過頭 我也不是講說 這個 民意代表都不能做 我也作秀 我也送景旗給鄭文燦 這也是一種作秀 對不對 但是 你作秀 你的方向要對 你打的點要精準 你要找對人打 我們 送鄭文燦開發 嘲諷他 公在建商的景旗 是因為我們那整段的種子群 都在談桃園土地 過度開發這件事情 公共設施沒有到位這件事情 所以我說這是 文要對提 可是你在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場合 應該要談國防外交的事情 然後你說我堅持要用台語 然後要怎樣 然後你讓整個國防外交的主軸 是失焦的 明明這個時間是要討論國防外交 你偏偏要去討論 五言的事情 然後你要用衝突的方式 來向社會大眾呈現 你以為大家都會買單你那種 很狂熱的意識形態的論述嗎 沒有 有更多的中間選民覺得 選你出來是浪費公帑 因為選你出來是 你竟然有委員會的分工制度 你就要在你的委員會講 你委員會該講的話 你不能講一些搞3.7 不能講一些別的 你講別的 你就是 放錯位置的人才 對不對 你就不是搞這種事情的人 他就覺得 這票可能投錯人 因為顯然他 不是來當 立法委員 或者是說 他來當立法委員 但為什麼都放在奇怪的地方 照理來講 你如果真的對於 激進黨對於 台語的 保存也好 或者對於他推廣也好 他當然有他很鮮明的立場 但是你竟然要做這件事 你為什麼跑到國防外交委員會 這所有的 不合理之處 都背離了 大部分的中間選民 安靜的 沉默的這些理性的選民 對於國會議員的期待 是他背離的 那就像國民黨在 一個已經被打透的事情上面 還要堅持用 這個 衝突的方式 貪瘓意識的時候 一樣是會 背離很多中間選民 對於國會議員的期待 這兩件事情其實有一點 雖然完全 這個 意識形態 南遠北側的兩股 勢力 但是其實本質上是如此 那相對進補的是誰 當你們這些 越極端的 越鮮明的 一天到晚在搞3.7的時候 這些新興的小黨 就把握這樣的機會 去唱四平八晚的調查 然後反而把民進黨 流失出來的中間選民的選票 想辦法把他拐走 這就是國會亂象 跟人民觀感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大家要 怎麼講 這值得大家深思 那我覺得吵架是 這個當民意代表吵架是日常 吵架是工作 但吵架的題目要慎選 吵架的題目要慎選 既然國民黨 好像沒有非常清楚 接下來的幾支建議要往哪裡設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該對焦公投 現在開始 9月底 10月 當然中間有一個3Q的罷兵 但是區域的 地方型的題目 那真正跟 國家大政相關的題目是什麼 當然就是 1218的共投 那當然在這段時間 大家就講 蘇貞昌因為3加11下台 蘇貞昌怎麼可能因為3加11下台 他如果要下台 蘇貞昌如果要下台 他早就下台 他會在這些事情爆發的前期 或者是疫苗採購不利的 任何中間的一個timing 他就可以下台 他就該下台了 但既然留他必有用意 我之前也分析過他的處境 跟蔡英文的帝王星數 我用你蘇貞昌 就是用你當 人肉盾牌 反正你也無賴 你也不怕人家罵 反正你搞你的 你只要你的利益有滿足到就好了 你就可以幫我當這個人肉盾牌的角色 所以你去搞三年七 你去講政治幹話 你講過頭的時候 我蔡英文還可以四平八穩的圓回來 這我剛剛不記得他們都是唱黑白臉 在這樣做政治跑位 這是我之前都分析過的事情 所以真正什麼時候換他 那你這人肉盾牌也消耗得差不多啦 也千雙百孔了 盾牌 當盾的價值都沒有的時候 會是落在城的時候 那我就在最後一場戰役裡面把你消耗掉 哪一場戰 一二一八的公投 一二一八的公投 大家看起來現在這樣 來講 這個民進黨的 面還是不太好的 因為大家對民進黨的憤怒 很有可能會在那一場公投請朝而出 如果真的投出來 結果不如人意 那個timing跟那樣的政治事件 才是會促使 內閣總辭的關鍵 才是會促使蘇生上下台的關鍵 所以我倒覺得 這個國民黨的 戰場要開始從防疫 疫苗抽禮 我之前不是也講了嗎 當郭董的BNT 確定進來之後 跟上來AZ跟莫德納也會加速進口 所以 雖然 不會馬上一口氣到很多 然後讓大家都有得到 但是他就會一直來一直來 大概不會斷 不會再出現像過去那種 非常長的疫苗空窗期 就是說一定都有一部分人打得到 然後大家慢慢排隊都等到 所以對於在野黨來講 那起勢是什麼 這一題差不多了 不是說不重要 但是這一題的邊際效益有限 我在多花很多的成本 我不見得能夠換到這麼多的回報 這才是要思考的地方 我覺得現在兵器效益最高的題目是什麼 當然是施打公投 所以我比較期待是 接下來就是 不管執政黨跟在野黨 就在公投的戰場上好好的大亂鬥 這個才是我們想看到的是 把事情講清楚 本來就是大家對於政治人物的期待 打架是一種表態 但是打架不能把事情講清楚 所以 適可而止 我想是 可以更好 當然我想 希望他們有他們的一套 如果能夠好好的 到了最後峰迴路轉 然後證明我的分析是錯誤的 也不錯 也蠻好 這樣我就學到了一課 其實蠻可以的 好 大家都說些什麼呢 我們謝謝方平 方平兄 好大一筆斗內 感謝你 謝謝你支持五二新聞俱樂部 還有我們 對 就是他 都不留個話嗎 剛剛我們的小編還說 既然捐這麼大一筆可以留個話嗎 可以唸一下 但是謝謝你 不管怎麼樣 趙欣是講說 打架對民進黨有效 但對國家是無效的 應該是看事情 就說打OK 但是要知道為何而打 然後要知道能不能見好救收 這就考驗國民黨是否靈活 因為這就是中間選民在看的事 我牛許婷從事政治工作 我的人物設定就是中間選民代言人 所以 就是越走越像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常常用這樣的角度來分析事情 你看 所以有些人講一場鬧劇 然後 布蘭卡講說國民黨之所以剩下杯葛 是因為之前出手擋了很多次 然後當 無意間成為了民進黨的煞車皮 還會被罵翻 對所以是挑題目 就我不是講說 因為黨會有社會觀感不好 所以就不要談這件事 不是的 是談 但是 隨時做調整 這個題目差不多的時候 我要為新的題目的作戰 但我相信國民黨應該會 很快調整 我相信是會這樣子 趙欣誓說如果德國的基民黨社民黨綠黨跟台灣的民進黨一樣 德國國會搞不好也會天天打架 這倒是有可能 不過多黨制比較在乎協商 因為多黨制如果一人一把號 那國家會出大問題 會出大問題 所以 這個一位內閣制的政黨 他們的協商的機制會更明顯一些 謝謝 Bruce Dan講說牛Sir好好加油 我一定會好好加油 這個 KJD說要能打的立委 就是不分區立委 角色很重要 要能夠單打獨鬥 沒錯 那蔡講說隨著大家疫苗施打慢慢普及 三加事業議題跟熱度也會慢慢退燒 所以要一直找新的題目 比較辛苦 比較辛苦 這個 菲菲說綠色政治是洗腦與欺騙來增加自己的勢力 這個東西是有極限性 就是你會發現 到一定的程度之後他就沒辦法擴張 因為不是 整個死 這個社會裡面一定有非常多的 用情緒的角度看待政治 有沒有在思考的人 這一定有 社會百態 一定有 但他不是全部人都是這樣 我們要了解的是社會的 破碎性跟偏斷性 這跟我大家講的都是相關 所以會增加但是會有極限 那相對來講 你要 你要把它拆得很清楚 哪一些東西是可以靠 比較簡單的說法 可以鞏固的支持者 哪一些東西是需要透過比較 理性的說服跟比較多的溝通 可以掌握到支持者 這要分開處 所以這是 一個政黨 為什麼要這麼多人才 為什麼要容納不同的聲音 然後為什麼要 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能夠綜橫百合 協調 頂耐 才有辦法有機會變成 大黨 然後執政的 關鍵 就在這裡 因為當你從小黨 純粹的理念型 開始要 那我的目標是執政的時候 你要 顧的題目就多了 然後這些題目彼此之間是會互相衝 那你這些黨的民意代表 政治人才 在不同領域上 他可能是個別領域的好手 但這些人彼此之間會衝突 所以黨要跨過這個門檻 然後容納不同的聲音 還可以整合出大的方向的時候 他才有辦法變成執政黨 才有可能變執政黨 所以說 這要想 我講說昨天 廢總之後還被民進黨倒打一趴 因為民進黨善於操作意識策略 那當然反正杯葛也沒差 他也不用理他 但是我講的關鍵其實是 強弩之末 然後下一次劍 那你退場機制是什麼 我也在觀察這個事情 所以打得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差不多了 那希望可以看到更多 更多有趣的 有趣的操作 林紐紐有講說 這個 國民黨的男生好像都沒有陳玉珍來得強 陳玉珍是很厲害 他偷襲這個 鄭宇鵬立委得手 抓到他們都排隊的時候在睡覺 非常有意思 這個小編講說陳柏惟這一段其實 邱國正不爽 大概不爽他非常久 所以就會翻臉或怎麼樣 所以 我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有貓膩的 因為照理來講 如果我是 這個我是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平常也跟官方是有溝通 所以有些時候的題目上是有默契 就是說我大概會提這幾個題目 你要有準備 那你這個準備最好是有 有一些進展 那你講出來正式的回答之後 可以讓我的選民知道說事情有進展 有些時候是存在這樣的局面 那既然陳柏惟作為這種 這種執政黨忠誠的側意 都已經是這樣的角色 你跟國防不爽套個著急不困 就是說這個台語通議這件事情 傳譯這件事已經 準備了差不多了 那是不是我們明天質詢的時候來試一下 你事前稍微 你事前稍微打個招呼不就好了 那我覺得邱國正大概也不會是那種 話都講不通的人 那就來試啊 或者是說 那真的不方便 可能因為怎麼樣 那你如果真的有心要 這個立委真的有心要推動 這個立法院裡面的這個傳譯制度的話 那邱國正如果 覺得說我不方便 那我下一次質詢 或者是別的質詢 或到別的部會質詢的時候 我再找別的 可以接受的部長來實驗 這不就成功了嗎 他無非就是要證明這件事情是有在做的 這個台語傳譯制度 通議制度是有進展 非得要選這樣不可能 所以我個人都非常懷疑 他根本心裡不是要 不是為了推這件事情而做 他是故意要製造衝突 他是故意要 故意要惹事 他甚至都不只是不管國防外交 他連 基進黨要照顧台語 要講這個 他連這件事情要好好推動都忘記 你現在不是在野黨 如果現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你要衝突那你就衝突 你是執政黨 民進黨都幫你把自己的路都鋪好 你好好廢俄演出 不就好了嗎 結果你非得要衝突嗎 我不曉得他是 我覺得以他的頭腦 他也是頭腦很靈活的人 我也不覺得以他的智商跟頭腦 他會 笨到說不會想這種方法 所以我個人 我就是故意的 他就故意的 不管邱國正那天回答什麼 他都會想辦法衝突 因為他要用這種方法鞏固基本盤 我覺得他們的盤算是適用 那不是很可惡嗎 那你真的以為這種方法可以騙得了 台灣社會大多數人我就不相信 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 所以小編講說 他有支持激進的同學看到他已經有點後悔 他不要 我覺得 激進黨不要以為說這個社會有很大股力量 因為有陳柏惟表示他很自信 沒有 陳柏惟能夠在台中第二選區 得 得到這樣子的祝福 不是因為他是激進黨 是因為他是相對於傳統 長期以來壟斷地方政治跟壟斷這個區域政治的這個傳統 政治人物 他是有非常鮮明的對比 他相對年輕 他沒有派系 他沒有人情包袱 這些是很多中間選民喜歡的特質 跟你的政黨跟你的意識形態其實沒啥關係 他們投陳柏惟 陳柏惟是不同顏寬恆的年輕人 也許 可以 比顏寬恆做得更好 因為我們已經給過顏家非常長的機會 他也服務很久了 但是我這次就想換一換 換口味本來就是 民主的一部分 是選民的權利 所以他不要以為說 因為是這樣 因為他是掛激進的戰袍 或怎麼樣 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所以他去搞這個時候反而會讓當初很多在台中第2選區 對他寄予厚望 對新政治寄予期望的一些人會很失望 原來你上去之後 原來你是為了你那個政黨在服務 所以我這票投給你本來是希望 你為台中第2選區帶來一些改變 你為台中政治風氣帶來一些改變 結果你都在搞這些東西 所以我講他 從社會觀感的角度來看是大商 很有可能的就是推倒他 罷免本來一敗一敗 推過到很有可能就是因為他這次的質詢 所以阿蔡講他沒有立法委員的程度跟高 這就是大家要看 大家要看 好 阿蔡講他要上班了 希望我加油 沒關係我就繼續講 繼續講 所以 好這是癱瘓的國會的部分 但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件事 比較重要的事情 其實有關於這個 我們 我最近看了一篇報導 然後推薦給大家 這個 這個報導的 這個連結在最上面 就是我開場的時候貼三篇的連結 這個是聯合報的轉角國際 其實看 但他就是一個 寫 寫比較多國際事務的 然後他當然會找一些 找一些不同的領域的 可能是專家學者 可能是觀察家 可能是資深的媒體人 去撰寫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看看這些東西 長知識 會比看書快一些 然後當然沒有那麼深入 但是 長長心智不錯的 而且我覺得這些 還有台灣政治的起勢 其實這兩件事情是可以一起講的 就是說 從梅克爾的路線 其實要思考一下台灣 這個台灣的政治路線的問題 不管是執政黨也好 或者在野黨也好 他都有 我覺得他都有 這個值得深思的一個地方 跟大家先簡單的報告一下 這個到底 在幹嘛 我們網路是不是怪怪的 我重新整理一下 今天收訊怪怪 可能議會的 這個網路速度不夠快 我調整一下 沒辦法 不好意思啊 因為照理來講 這個 我們的小編有跟我們講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 照理來講 五二新聞俱樂部的 現在是有專門的攝影棚 但因為攝影棚在台北 那他本來是希望說我藏過去 那當然我過去不會太久 因為桃園離台北不遠 但是問題在於說 現在是議會開議 所以我如果一點要主持節目 然後 我的質詢時間是很晚 相對晚12點多一點 我是一定來不及 所以說我還是只能委身於這個 我自己的辦公室 那等到會期結束之後 我會比較常進行 然後我們可能會 以後邀請一些來賓 那到時候再來看 再來看 再來看是怎麼樣 好 看起來訊號會不正常 我就繼續往下講 這個 我們怎麼從 梅克爾的現象去看待 去看待這個 去看待台灣的政治 這是我想跟大家聊的事情 梅克爾的 厲害之處 在於他在一個 民主國家 是 成為政壇長青樹 這很少 這很少 特別是我們現在的 這個 這個 全世界的社會氛圍 是處於一個非常 資訊破碎 而且片段的一個狀態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民主政治這麼長 幾年就懸疑是舉 權力就一直交換 這樣的一個體制之下 他能夠長期的在 德國這個老牌國家 執政這麼長的時間 其實非常厲害 我個人是對他有 非常高的評價 因為我覺得 大概 我就講 開頭的時候我講 我說你去談 成熟進步的民主國家 然後你能夠 很像樣的治理 然後原則上國家的 整體環境 都還是 不錯的 大概很難 要像 舉出一些很好的例子 是很難的 現在大家反而都在質疑說 民主是一個很糟糕的制度 民主沒有辦法解決 國家的發展 沒有辦法解決 人民的需求 但是當然 我當然就是德國 除了北歐國家之外 模範生當然就是德國 那德國的 好 大家會覺得他不錯 大家會覺得他值得堪稱典範的原因是 就大家會拿梅克的這個角色來說說嘴 非常厲害 他為什麼可以長青 那我就簡單的帶一下他的這個生平 他為什麼可以在德國的政壇長青 因為他 在 這個也是時事造英雄 也是剛好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結合 他的人物設定 我講這個年頭搞政治非常吃人物設定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這樣的人給大家 所謂的政治人物一些形象 公眾形象 你的公眾形象跟你的言論 跟你的決策 跟你的一份的做結合 這段事情是在這個時代裡面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那梅克爾的人設是什麼呢 幾個標籤 第一個叫 東德 他是東德人 第二個叫做 女性 第三個叫 科學家 這是梅克爾的這個人設 那這樣子的人設 常青可以得到 這個 大部分人的信賴 從政的過程跟整個從政的歷程 基本上就是一個 就四個字叫 富士主義 富士主義 你覺得 特別是為什麼今天特別要談梅克爾的角色 所以我們前兩集的節目 我們都在討論路線 這路線的時候就有人講 這個一個政黨 或一個政黨 他一定要有一個真理 他一定要有一個黨魂 他一定要有一個 有一個這樣子 然後 整個社 整個社會會會因為你講的東西是真理 所以整個社會圍繞著你這個政治人物 或者是你這個政黨來賺 那當初 一直都有這樣子的辯證 那我們的講法是對峙 就是說 不是這樣子 民主政治你必須要 與時俱進 你的政黨的價值要與時俱進 你政治人物的言行舉止要與時俱進 你整個要跟隨著社會的 這個脈動跟社會的變遷去做策略的調整 要不然這樣 因為我今天後面也有行程 然後剛好實踐 如果是今天這樣的話 那我把梅克爾這一段有沒有 德國政治給台灣的一些歧視 有沒有 這一題 這一題我們留到 反正 就這個 我連結已經貼給大家了 我連結已經貼給大家了 我們可以看 我們 這樣子 我們也有時間 就是我們的聽眾朋友 如果很有興趣想要聽這一題的人 可以先看 轉角國際的這三篇報導 在我到時候在講的時候 大家可以比較快的進入 我也不會覺得說 我要交代多少內容的問題 好不好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 來解決今天 要不然今天這樣講 第一個時間也不夠 第二個 評寬這樣一段一段 我講的也會非常不爽 好不好 所以我們用 這樣的方式 那我今天的節目 就先到這裡 因為我後面也有行程 我也沒辦法再繼續往下講 所以說 就 看一下這三篇有關梅克爾 那 想一下我剛剛講的 他的人格特質 東德女性科學家 理性務實決斷力 然後他是 用什麼樣的方式在 這個民主時代 這個破碎的社會中生存 我們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然後禮拜五的節目的時候 我們來跟大家 我們來跟大家討論 我到時候禮拜五的時候 我再來倒讀這幾篇報導 然後再跟大家做討論 那我們今天節目因為 這個沒辦法 因為評寬的問題 我們只好先收了 那就祝福大家 工作順利 我們禮拜五 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跟我們見面 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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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